HELLO 大家好 我是戴萌兔 这期视频要来和大家分享一下的玩具是一个非常大合资的产品 就是我们中国厂商Hobby Max出品的一款手办 来自于手游少女前线当中的一个角色 M1903春田 今天这款春田已经是Hobby Max推出的第三款少女前线当中的角色了 之前有过毛色98k 有过法尔 这款是在18年的5月份来接受预定的 本来预定说是在2018年的年末出货的 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拖到了2019年的6月才进行出货 官方定价在中国地区是720元人民币 在日本地区购买的话是13000多日元的样子 但是作为一款1比8比例的手办 并且这么大的一个包装盒 这样的一个售价还是挺便宜的 不管怎么说还是先来简单的看一下这次的包装 今天这款春田也是和之前的法尔和毛色一样 采取的是相同风格的一个包装 上面会有一个腰带 把这个腰带给它抽掉 抽掉之后就可以看到这个产品的正面 就会有一张淡淡的一个例会的照片 然后上面印证的就是出品厂商Hobby Max 以及游戏的版权方叫什么散爆 散爆就是少女前线的一个出品商 然后包装盒的两个侧面是产品的半身像大特写 然后在产品的反面是一个脸部的大特写 再加上一些身上一些小点缀的特写 来告诉大家这款产品有多么的精致 下面则是一些产品信息和注意事项 这个产品也是和之前的法尔和毛色一样 在正面会有个大天窗 直接可以掀开看到当中的内容物 在这个天窗掀开的这一边 是它的游戏当中的力汇造型 然后这边的话就可以直接看到当中的内容物了 这样子一个天窗的包装盒 可以说对于那些个不开合党来说 是非常好的福利 直接隔着天窗就可以看到当中的产品了 非常的开心 好的 这个包装也就看到这里 让我们直接来开箱吧 这包装盒真的是非常之大 直接抽出当中的内容物 只有一层的吸塑包装 这个盒子就空掉了 伸到一边去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这个包装盒那么大了 其实它的本体并不是很大 但是它下面这个底座可以看到是这么的宽 河门兔的腰都差不多了 门兔最近虽然说有一点胖 但是这个底座也实在是太大了 然后在这个吸塑包装的下面 还会有一份它的说明书 还有它的厂商的一些介绍 以及编号卡什么的 售后可以用到这个东西 然后这个吸塑也就是这么一个单层 我们直接把这个吸塑也打开吧 我的天哪 哇 这个底座 这个底座虽然说很大 但它其实是一个空型的 下面是空的 不是实心的 所以说重量并没有多少 单单的只是体积非常的大 可以看到 门兔把这个底座端在手上之后 是这么宽的一个底座 那这款产品当中 其实真正的本体其实非常的小 长度的话大概也就只有 门兔的一个手掌这么长 大概也在十五六厘米左右的一个样子 和它这个地台比起来的话 这个本体简直是小的 已经是快要看不见了 有没有 那么把本体先架在它的支架旁边 然后这款产品还非常良心的 为这个本体还配了一个本体的支架 专门来拿这个本体 可以看到这个本体的支架也是非常的大 整体的高度的话 大概是有20厘米以上的样子 这个本体的支架也做得是非常的漂亮 可以把这个本体的支架 给它插在这个底座的上面 先把这个拿开 底座上面 然后在这个支架的边上 会有一个小托口 可以把它的本体给它卡在这个托口上面 给你拿住这个本体了 这个本体就是撑在这个地台的最边上 这样的话就完成了 整款产品的一个组装了 那么当完成全部的组装之后 可以看到整款产品的体积是非常的庞大 高度已经是超过了30厘米 但其实仔细一看就会发现 它这么庞大的一个体积上 6-70%都是下面的这个底座 这个底座采取的是一个螺旋台阶的样式 旁边还会有一个仿木质涂装的把手 这个地台非常的高 它其实下面是有两层 可以把下面的层给拆掉 单独的给它放在更矮一些 那这个地台的下面会这样高出一段的原因是因为今天这款春田和下个月即将要推出的WA2000 以及和2019年的下半年会推出的416那三款作品在一起会形成一个组合式的地台 这个螺旋的台阶从上往下会有一个组合的台阶 那今天这个春田的话它是中间的这一个台阶 所以说它下面会垫高一层 那么在将来当这个三款产品全部都收齐之后 可以组成一个螺旋向下的台阶之后 可以说这样的一个展示效果是非常的霸气的吧 那如果是单独一款产品的话可以把它垫高 也可以把它单独的放在下面 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家里的展示柜的高度来进行调整 这些都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那么在这个底座的上方站着一个武器架 它的这个学名是叫战术人形 整体的高度大概是在20厘米左右 采取的是1比8的比例 那这个春田的人形它采取的外观造型 使用到的是少女前线周年活动当中的一个服装造型 叫灯火下的女王 那个故事的背景是说去参加一个舞会 然后脱下他们原本的战斗服 换上的是非常高贵的晚礼服 包括在下面的地台也是根据这个场景的需求 做出了一个酒会的一个样式 一个红地毯然后有一个台阶一节一节往下走 那人物也是采取一个从楼梯的上方往下缓缓 但是走下来的一个瞬间的动作 看上去的话是非常的高贵以及优雅的 但是这个人形的动作呢 其实并不是这款产品的一个原创的动作 它是根据游戏当中的例会来进行的 立体化处理之后的一个动作 正好这个动作是有一点像正在下楼梯的一个瞬间 所以说也就顺水推舟 做了一个这样子台阶的场景 后面再加上一个扶手之后呢 可以让整款产品又有着一个相当强的立体感 纵神感也是非常的好啊 看上去之后呢画面感很强啊 虽然说我也很想吐槽 为什么好好的参加一个酒会 还要带着一把枪啊 但是官方也说了 这就是人设 人形走断就要带着枪 枪在人在 枪王人王 好的那既然如此的话呢 就先来看一下今天的本体 M1903春田 乍一看名字呢好像像是一个日本话 但其实呢和日本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啊 它纯纯的是美国血统啊 在一战的时候呢是发挥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那因为是一款拥有着非常悠久历史的一个步枪啊 所以说通体呢都是用木质来进行制作的 那手办本身呢也是为了突出这样子一种木质的质感 所以说啊使用到的是深棕色的这种木质涂装 并且呢在凹凸起伏的地方呢也会有高光以及阴影的涂装表现 银色的零件部分呢用到了非常闪亮的这种啊 银色的涂装 同时呢还伴随着有一定的自喜的旧化处理 在枪栓处的地方呢是没有任何的可动结构 前方的刺刀呢也是无法还原出拆分的结构的 那这也就算了 但是为什么门徒手上的这把枪枪头确实弯的呢 作为本体来说啊这个做工也太没有排面了吧 那很明显官方在这个本体上省下的良心呢 就全部用在了他身边的这个枪架子的身上 那我们从上到下慢慢的来看 首先呢是在这个发型处的表现上啊 那使用到的是一个高盘发 再加上两小撮自然垂落的一个侧发的造型 那这个发型官方学名叫什么呢 萌兔也不是很清楚啊 反正呢这种发型给人的感觉就是 非常的温柔贤惠端庄高贵啊 在表情的选择上呢也是为了配套这种温柔的发型 而使用到了一个温柔的微笑 嘴部还用到了一定的凹陷设计来提升它的立体感 你说这个面向美吗 美啊当然美啊非常的美啊 但是啊对比它的利绘图呢 却是少了一丝特别的感觉 那这种感觉如果要用语言来进行描述的话呢 就是那种嘴上说的やめて恥ずかしや 但是内心呢却是十分享受着周围人的目光 脸上还泛起一丝红韵嘴角 还不自觉的露出一种笑容 但是手办在面向的表现上呢 却没有那一种欲惧害羞的感觉 取而代之呢则是满满的自信啊 怎么办呢谁叫咱是一个正经手办呢 然后再来说到服饰啊 那这款手办其实在服饰的造型上还是比较简单的 一条连衣大长裙没有什么层层叠叠叠的结构 也没有什么花里胡哨的装饰啊 所以呢在手办的服饰分件数量上呢也是挺少的 大概只有三四块的样子吧 但是要在这么简单的造型上做出差异化的处理啊 就必须在两方面下足功夫才行啊 一方面呢是细节另一方面呢就是涂装 那么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啊 先来看到细节 因为我们春天太太今天穿的这个是酒会的私制晚礼服啊 所以说为了体现出材质的轻薄 而在裙摆和树腰的地方啊加入了非常非常多的褶皱 而且这种褶皱啊如果你对比原画去看一下的话呢 就会发现啊手办在褶皱的细节上会比原画多出很多的 那这样子的话呢就让服装的整体造型显得会更加的立体 下楼的时候啊那种瞬间带起裙摆飘舞的那种动感呢 也会非常的强烈的 然后再来说到土装啊 虽然说碗里裙通体都使用到的配色是藏青色 但是啊官方为了不让这样的一种发色表现的太过于沉闷 所以说官方在这个漆料里面是有加入非常小剂量的金属粉末的 用这种金属粉末来增加漆面的光泽度 让它呢整体的这个质感有了一定的提升 同时啊在裙摆的纵向方向上呢 还会有颜色的一个渐变色涂装的表现 上半部分因为它褶皱非常的厚啊 所以说呢颜色会相对来说比较的深一些 然后在裙摆的下方呢则是因为它随风飘荡 所以说它这个面料呢会比较的薄 所以说颜色呢也会相较于稍微浅上一些 那可以说啊是在这种涂装和造型细节的双重搭配之下 让我们这个春天态下的晚礼服整体造型可以说是表现的简约 但是并不简单有着非常之强的真实感 晚礼服全身上下呢只有一处点缀啊 就是腰间的那一朵白花 可以说这样的一朵白花呢是在深色的晚礼服上的一抹点睛之笔了 当然这里呢也没啥可吹的 因为原画当中啊就是这样子设计的 手办呢只不过呢是把它做出了一个忠实的还原而已 然后下面呢再来看到肤色剑的表现 那对于肤色剑的这种肉感的表现啊 无论是在皮肤的通透度上还是肤质期的一些细腻的手感上的表现 可以说做的都是相当到位的 这个的话呢在以前的视频当中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今天也就不再多废话了 那我一想说的一点就是啊 别看咱们今天春天态大的这个裙摆非常的长啊 其实啊在裙摆下面该有的细节呢也是一个都不少 全都有的哈 好的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Hobby Max出品的春天啊 就简单的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非常期待之后推出的WA2000和416的到来啊 能将三款产品摆在一起变成一个大场景的话 想必会非常的帅吧 好的那视频最后呢还是不要忘了给我点赞投币收藏 以及分享想要收换更多精彩模玩分享视频 不要忘了关注萌兔的频道哦 那就是这样我是戴萌兔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